王老师 您会不会有点没进地主之一啊 你放心 今天晚上你千万别 哪里都别去 到飞机场我请你吃盒饭了 哎呀好啊 我开心 不用等去飞机场了 等一下都请我在里面后台 请吃盒饭就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群男姐 您是学专业表演出身的吗 不是 不是 我们是野生的 你们俩是一样的 野生的 野生的 那您是怎么总行这一行的呢 我 我就刚刚好就 TVB去拍人家就弄计算机嘛 就是说中学生啊 现在呢就弄计算机的问题 他就去拍了 然后我在课堂里面 看见他来拍我们 我们那个班 我们那班嘛 你那很小是不是 他不拍我那班 我刚刚中学 那年就是 就是中学毕业的纲要 他不来拍我那个班呢 我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刚好来拍我们那个班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 我就装着在写字 在计算 在写字 在计算 他就 所有人都不拍就来拍我 一直对着我来拍 我拍完就我看电视 出来了 就看见我 谁都剪了 就出我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很有表演的天分呢 刚好就毕业了 我就毕业了干嘛去呢 那去考训练班嘛 就考完训练班 你说训练班嘛 其实也每一天就想一个小时的课 想到一般的手里 知道我们干嘛嘛 想到一般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老板是做银行的 叫我们去银行帮忙 有没有想去参加我们的那个什么计划啊 以后就去 去做那个 对 用软 对啦 所以呢 其实我这 为什么我说是野生 因为我们真的受训练的 不省长时间 就出来做吧 但是周星驰应该是改变了你命运的人 对吗 真正改变我的命运应该是两个导演 陈家乡导演跟王晶导演 陈家乡导演是最早找我出来 就拍周星驰的戏的 王晶导演就是给我机会说 吴君如现在做美女了 吴君如现在跟她一样的女人了 就不多了 跟你同类了 同类 同类不多了 以后呢 就把我 就给这个机会我 多做这个类型的戏 所以就 其实她两个是我的恩荣 但现在 您会不会拍这一类的角色特别多啊 你想不想拍美女啊 美女算了吧 我没想过要拍美女 我自己本人是美女就够了 其实现在就是说 有人找我拍一些 譬如说我以前经常做那些 我就不太愿意去做了 因为我觉得老做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对观众 都是好像去附入别人了 重复 就是重复又重复就重复 你又别的东西出来好不好 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对 我现在要改变得还挺好的 这是你吗 对 对啊 这是我当然了 这些简直就林黛玉啊 没有变过还是一样啊 有分别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变化 对啊 咱们跟什么一样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变化吧 没有 我第一次见机体说瞎话 对啊 对啊 哎 我要告诉你 杜老师一个秘密 他有个朋友告诉我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呢 其实我 我在那个时候 欺负他 是真欺负他的 后面欺负他 是跟他玩的 因为我很敬佩他这个人 你能说吗 这个事 能说 能说 什么事 说吧 没事 好吧 有一事 听说是这样的 你去演出 一个老板请你吃饭 在桌上呢 就说你一个朋友的坏话 你一个好朋友 也要让你听听听听 你就拍桌子说 哎 先生你走还是我走 你记得这个事吗 有这事 对 有这事啊 这么仗义啊 譬如说 你在先坐在那边 人家说说说 你可以装听不见 因为那个是老板 那个老板是父亲请他过来的 人家说这些话嘛 你可以装听不见 或者是你就 你不喜欢听 你就去个洗手间 或者是去外面 吸吸别的空气 然后再进去 他就听完之后 好 拍桌子 对 你走还是我走 对 所以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 哇 杜老师真的是 跟我们讲讲 这咋回事 太 这个人太仗义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 真的 老师还有这 是内人是来骂他的吗 不是 不是 要骂我 估计你说 不是 不是 你说你都骂自己 他不是骂 反正他哎呀 不怎么样了 就是这些话了 对 贬低 我这个朋友 对 也不是 也是好哥们 对 朋友 就是 对 所以他就 因为我有了解是吧 就是他说的 完全是一种贬低 就是 我就不愿意听这个 就是 所以你就拍案而起 因为这人品有问题就是 是吧 所以我们给奖心 是真的 非常感谢院老师 谢谢一下院老师 谢谢 谢谢